進到CS4的話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 新的這種所謂的移動古堅動畫 移動古堅動畫因為這個剛開始老實也真的是不習慣了 來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這邊 剛剛這裡我們找到這一個 這我先把它翻掉 好那麼您看一下這邊我把它稍微 這裡 現在這樣子這裡面它的圖層已經都幫你準備好了 已經都幫你準備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看如果說你要做這個 這樣看來有具體狀況看起來怪怪的 好 假設你想要用這個 假設我要做這個動畫 做這個衣服好了 衣服的 那衣服的呢我現在這兩個是 是不同的圖層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它先停止 也可以停止起來 也可以把它先合併成一個 轉換成原件 好我們就做一個就可以了 這個是衣服的 好我直接OK 好現在呢我們希望 來我先把 像我們剛剛這樣 衣服想要飄上去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一看 你要做所謂的 新的這種古堅動畫呢 我們在這上面 在這邊 你只要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 建立移動古堅動畫 對不對 好我們就的是這一種 那麼 行動古堅動畫沒有變 也就是說改變了 只有移動古堅動畫 可是行動古堅動畫 還是 好好的 還是可以繼續沿用 那我們來建立一下 移動古堅動畫 當你建立好之後 你會發現 它變成像這樣子 你知道 但是 增加了之後 如果你覺得不夠 你可以把它拉長 其實老師如果有用過 Switch 你會發現 它的做法就跟 Switch一樣 好 那 我現在就從這邊 把它移動的話 我現在假設 到這裡好了 先到這邊 我就把它拖映 老師我們發現 拖映的時候 路徑又產生出來了 那我再往後 看你要到哪邊 假設到這邊 最後的到這裡 對不對 那麼 所以它的動畫呢 就像這樣子 這就做好了 跟我們以前比較不一樣 我們以前是關鍵格先訂了 兩次才兩個關鍵格 然後中間再產生 普堅動畫 這就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那麼 您如果覺得 這一點 我想要有點 遠遠的感覺 怎麼辦 您可以用這個貝枝曲線 這個所謂的細部編輯工具 點到它 可是好像沒有變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 我們剛剛這樣一點的時候 它用的是什麼 我們貝枝曲線不是有分兩種嗎 直線的跟曲線的 所以你現在稍微轉換一下 怎麼轉換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轉換一下 按哪一個按鍵 這個 按Alt Alt按著不要上拖映就好了 其實有點跟Photoshop有點像 有點像 所以你只要把它按Alt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特別的拖映 那你只要一改變 中間這個動畫 自然就真的改變 所以這個是剛開始 您會覺得比較不習慣的 比較不習慣的 事實上呢 它除了這個以外 你應該可以從這邊來看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 以前沒有看過的名詞 叫做什麼 移動編輯器有沒有 移動編輯器 那麼移動編輯器裡面 您可以看到 在這邊 好 比如說我點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個 角色那有落落整 不一樣 跟以前的方式 差很多的 以前可能它就一個屬性 加減數就這樣子而已 那麼這邊您看 我現在還沒有變3B 所以你看它的軸向來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基本的移動 也就是說移動 移動變成一個屬性對不對 位移 變形 有沒有 然後旋轉也是一個屬性 而且它都把S軸歪軸都分開 你還可以個別針對它做加點數 因為我們以前不能這樣做 不能這樣做 所以現在它這邊就可以 那你應該可以選擇它 基本的 簡單的 油慢變快 油快變慢 那像在這邊 你也可以從這邊來做調整 從這邊做調整 等於說有點類似我們8以後有增加一個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以前我們加點數的話 加點數的話是不是都是那個正的或者負的值這樣對不對 那後來它不是有一個編輯嗎 好像是8就有了 我記得是8就有了 就是它會有一個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但是畫面然後它會有一條線有沒有 老師有用過那個功能嗎 就是這個是影格 突然沒有抓那個畫面 要老是直接想像有點困難 這個是影格 然後左邊這個是完成的百分比 完成的百分比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透過這樣去加點數 它以前也有類似啦 只是說它的控制 控制的方式 屬性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多 那你透過這個方式呢 可以就可以比較簡單的 就可以玩 比較容易去控制它這個動畫的效果 這樣老師你大概了解了 那麼萬一做錯怎麼辦 然後你有可能做錯啊 這個時候你可以按一下 這個時候要輸一下 如果你某一個點 某一個點 某一個關鍵者不要的話 您可以來這邊按住Ctrl鍵 就按住Ctrl鍵來點它 你如果沒有按住Ctrl鍵 你是預設是選到整個動畫 選到整個動畫 所以這個應該是大家最不習慣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老師 您先稍微簡單的試看看 簡單的稍微試一下 因為這樣的話您可能 我們剛剛講 如果您要把那個點 變成什麼 曲線 按住Alt 脫印 那它就會變成有起度的 那相對的 如果您要把那個關鍵格把它刪掉 Ctrl鍵按著 點到那個關鍵格 點到那個關鍵格就可以把它刪除 不是刪除 選到了 正面把這個Twitch的軟體 我先放在這邊 其實現在最新版就是4了 但是我放的就是1.0的版本 不過大致上完結定了 那麼您進來之後直接打開 直接打開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簡單的我們先做一個小的人 你如果要做動畫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動作路徑 點一下 你就看你怎麼動 有沒有 它在上面也要踩著那個 對不對 這樣的方式 其實就跟我們剛剛那個有點類似 那它產生的方法呢 其實你如果要做動畫 它也是從這邊來 比如說你要做單度彈出 這邊這樣就可以 以下就做單度彈出 這個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麼當然其實一般我們最常用的 主要字的軟體是用在那個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 比如說 你看 這個如果老師您在用的時候 那個右手邊 會像這樣 您稍微把它字窗多小一樣 因為那個有些中文字比較長 英文字型比較長 好 那麼我們找一下 好 這個 那好了之後呢 點一下 像實務其他最大好處 我們講說是增加信心那種 所以其實 它裡面有很多內建的效果 特效 這樣比較近 其實事實上 我們剛才我都提到 所以其實現在從 其實從7月3開始也有一點點 但是到了現在的5 會更多 會更多這種所謂的預設效果 因為說真的 所以其實版本越來越精之後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學期曲線越來越長 因為它什麼都要做 所以其實 你單純 以實務其來講 事實上就比較像早期的飛行 我就單純想做動畫而已 那這樣就將做會比較容易 好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呢 你看 點一下 好的 我們在飛行 等一下會告訴各位有一個 叫做預設的所謂的移動效果 預設移動效果 你看我們這樣做好了 就點下去而已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那其實重點不在這邊 重點不在你是加哪一個 重點是你還會改 因為今天你會點我也會點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它這種就是屬於參數式的 跟我們現在Flash的意思是一樣 好你看喔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一下 我希望說它間距差一點點 然後呢 變比較大之後再進來 轉個360度 然後呢 剛開始淡出 所以我們先試看看你看 前面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是建立信心用的啊 同學如果一般都真的 剛剛他做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有興趣 那會比我們看看 一般Flash工具箱怎麼用 這樣子齁 他就有趣做了 好所以這個是 給正面在這個地方 跟老師稍微提一下 其實Switch也是一個 蠻值得老師介紹的 而且他其實授權被 現在有些學校 老實說也會採用他 去做那個就是 Switch的這個教學 好 所以您剛剛看到的這個部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那基本的齁 那我們這邊呢 需要再給他 實際另外一個問題囉 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 動畫的方法 動畫的方法 來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傳統 又是傳統 我們以前在做動畫的時候 請問在這裡面 老師有沒有分類一下說 我們那個做動畫的幾種方法 我有稍微分類一下 您參考看看 是不是跟您 呃 這是 整理的 這是一樣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我把那個動畫的類型 稍微整理分類一下 首先 其實我們最常用的一種東西 叫做足格動畫 好 那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的話呢 10%的 它就有一個 特點 關鍵格會很多 對不對 一走一走就好 那您可以看到這裡 看到這個 我裡面的那個 它沒有顯示出來 好 這裡 好 您看喔 啊有有有 帥 等一下 這個 所以每個都不一樣 每個都不一樣 都不能用所謂的古堅動畫 對不對 那 但是 這個範例也是 增加信心用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老師有沒有在Office裡面 有沒有用過什麼的插入符號 這是一個字型 這是一個字型 只是這個字型是連續的 所以如果我們做動畫 能夠像這樣打字的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用打字做的 123456 或者是ABCDEF 就這樣子而已 真的嗎 來我們看一下 老師我剛剛有放一個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戰鬥範例對不對 你們點進來 應該是在Lesson3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SWISD 這是一個字型對不對 我們把它打開 你都人啊 呵呵呵 剛才了解了齁 你1234 然後大小寫ABCDEF 都不一樣喔 所以他只是把字型做一個應用 因為我這樣就可以很輕鬆的 其實就做好我的連續動作 所以其實老師 您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在網路上找找這種 免費字型啊 或符號字型啊 應該可以找到 這種主要就是符號字型 當然不見得有那麼多 都是做連續的 我們大部分都會看到就是單一個 但是如果你有找到連續的 比如說 其實我之前有看到蠻多的 比如說他恐龍啊 有不同的那個 狀態的那個形態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下 那這裡呢 老師還有看到一個功能 也能看到有陰影 這個部分就F8增加的功能 F8就有了 因為他有一個叫做投影 F8有一個叫投影 但是老師要注意一下 投影只能用在哪裡 這三個東西上面 圖像不行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 F8裡面對圖像 都比較不好 它比較重愛影片片段 老實講因為影片片段可以做東西比較多 所以絕大多數的情景 我們會把影片片段當作一個什麼 動畫來用 那麼如果是那個圖像的話 我們就通常當作進化 像那個卡通啊 皮卡丘不是都進化嗎 進化的 把它當作進化的來用 那這個是第一種 就是friend by friend的 那當然我們在這裡面也可以 如果你看我們剛剛在這邊 如果你剛做好這個動畫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轉換成足球動畫有沒有 再來個別修改 因為你剛一做之後 它就變成全部都是關鍵格 那你可以整整每一格再去做調整 不過如果說你要減少這個F8的檔案大小 建立關鍵格要選擇 因為關鍵格越多F8的檔案會越大 這個是一個原則 所以它為什麼其實 你看我如果我們用這種做動畫方式 是關鍵格就很少 對不對 那相對起來展覽就會想要你做畫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 那麼再來我們稍微看一下 除了這種逐格動畫以外 像這個也是解字啊 這種也是逐格動畫 好然後 這裡上面還有一個沒有出來 沒關係 再來是補兼動畫 那我們的補兼動畫其實 除了 像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門有沒有 開了之後不是有快有慢嗎 就是要那個做調整 那個速度做調整 那這個夜景不用看沒關係 夜景應該還好啦 就是像這樣子 好很簡單的 OK 那麼這裡呢 還有一個 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 用移動股間動畫 會有一個叫做 Motion Guide 導引線動畫 或導線動畫 請問 如果我現在用新的 怎麼做這個部分 我希望它就繞個一個路徑走啊 我們剛剛那個是還要自己拉對不對 然後自己起來 這樣不是不方便嗎 可是你看看這個 我說我今天希望它 的形狀 按捏按捏按捏 怎麼繞上去 你要再一個一個拉 這比較慢一點點 那麼 以前我們的做法 你看我們把這個拉上來 以前我們做法要增加 那個是在這邊 在左下角這邊 這裡有一個叫做 增加打五線圖層 你發現現在沒有了 那麼你按右鍵有沒有 增加一段導引鍵 有沒有 但是這一種的話是這個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 直接再來畫也可以 等於說現在已經做在右鍵裡面了 它另外一種方式啊 怎麼做呢 怎麼看一下 你看我先把它的這個 我先把它清除掉 依徒一樣 我把它依徒一樣 好 你看如果你要做那個路徑 我在這邊 不用這隻洗線桶 好 那這個地方 把它變成 這個 有沒有發現 你都用這樣做 是不是變 只能做傳統的 對不對 因為新版的不是這樣 所以說如果你是在這邊增加金 它還是 只能告訴你 立刻有什麼傳統的 好 那怎麼樣做新的方式來 我們看一下 我把這個先移除一下 好 你看 一樣 先幫它建立一個普遷動畫 新的普遷動畫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一樣 你可以先增加一個圖層 或者你把路徑偷進來 好 你看 假如我先增加一個圖層 我先把我一樣的路徑先畫好 好了 我現在畫好這一條 來我放個顏色好了 這比較容易看得到 放個顏色 這樣比較深一點 這樣看得清楚 好 好 那麼我現在呢 就把這一條線 我把它剪下來也好 你要複製也好 都沒有關係 好 我把它 剪下來好了 現在你到這邊 直接貼上去 再原地貼上去 請問有沒有到這個 瞭解的話 這個跟我們之前做 然後影片的話不一樣 那 但是遇到這裡 我會有一個地方 要考考老師 我們現在這條路線 是不是有起點有終點對不對 請問 如果我要做一個預言 我們要怎麼辦 你看到我這裡面有一個 這個這樣是我們剛剛 就是像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是下面這個翻 這個不是 這個今天來看也不錯 這是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看起來比較小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也是有起點的那個 如果這邊要繞一個遠怎麼辦 現在飛機師是繞一個遠 請問可以嗎 如果老師以前 你 我們以前做導引線的方式 你要繞一個遠的話 應該怎麼做一下 直接放一個遠的路徑進去 可以嗎 看這樣 我搞一下給你看 這個 你看一下 導引線 一樣在雷神3裡面 您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飛機繞圓 我把它原子檔打開 我做一次給您看一下 您如果用傳統的方式 我們這樣 這個叫導引線動畫 你如果直接在上面這一層 你看我直接畫一個遠 好 不用填色 當作它的路線 有沒有 這樣當作它的路線 那麼這一條路線呢 換個顏色 好 這條路線呢 今天 我先把它鎖起來 今天我把飛機 起點 我是先背到這邊來 吸到 再把它放大一點 確認一下 這樣沒有吸到 這個這樣有吸到的 好 假設這是起點 那我到後面這邊來 是不是插入關鍵的 好 F6 插入關鍵 假設我希望它 從這邊繞上來再下來 那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就是把它按著 拉到這邊來 這樣沒錯 對不對 好 那這中間呢 當然就產生所謂的 傳統的普遍動畫 好 可是 重點來了 I mean 測試的結果是 你看它很寬 它只要走那一邊比較近 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是這樣子 那好啊 我們就把它 既然它會從這邊 我從這邊過來也可以吧 對不對 我們再測試一下 膝蓋一點點比較近 對不對 因為怎麼樣 圓沒有起點跟中點 那麼一樣的概念 你如果要插入到我們剛剛那個地方 你看這邊 今天我剛剛用的是這個 對不對 那我把那個動畫 我先把它 移除一下 好 一樣建立這個 古堅動畫 可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來這邊 我來畫一個 也是圓 對不對 它一樣的方法 把它怎麼樣 剪下來 然後我就貼給它 告訴它 請它幫我繞圓 有沒有發現不行 因為它一定要是兩個開端的 好 一定要是兩個開端的 所以其實以前我們做法在這邊也是一樣 你會用什麼工具 橡皮擦 好 我會用橡皮擦先把自己擦掉 欸 老實有沒有發現什麼地方怪怪的 欸橡皮擦好厲害喔 會連背景都擦掉對不對 以前我們就會有這個問題嘛 所以 你如果在做的時候 事實上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剁下 對吧 好 所以我講 那現在我一插之後 我們已經可以確定 這個呢 已經有 起點跟終點 所以這個時候我拉到這邊來 然後 就是在後面 好 那這個在前面的 在這邊 所以這樣子 我就可以確定它會到我這邊 好 所以一樣的 這個路径呢 我拿到這邊來 把它複製起來 拿到這邊 你這樣貼給它才有用 它才會繞著那個地方 這樣你了解了 好 那麼 相對於這個東西 假設 你這個動畫已經做好了 下次我想要再套用 因為 也許這個 這個效果我常常用啊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怎麼樣儲存起來 來你看喔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 另存存移動的預設效果 好 比如說你現在可以自己去做 你比較常用的 我把它存下來 再來靠用 好 你看我把它 我把它存下來 好 點它一個名字 OK 那麼我們回頭 回到第一個 來 假設我也希望它幫我做一個 繞圓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呢 你們看看喔 這裡 這一層是上面喔 按鈕的 我先照它多小一下 這樣看的會比較清楚 好 那麼 我們來看 如果你也要它繞圓 在這邊 建立 移動股間動畫 好 有沒有 但是它說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 限制了 因為這個 不是元件喔 有沒有 你要做這種新的股間動畫 一定要變成元件才行 所以 它會幫你做一個轉換 好 現在轉換完了 那麼你要操用 怎麼操用 我們有一個面檔呢 是要打開 在這裡 視窗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移動預測效果 點一下 您剛剛做的 有沒有我們剛剛存檔的 是不是這個 好 操用 有沒有發現 這個套用進來了 那麼事實上呢 它內建呢 呃 CS5以後 有更多所謂的預測效果 好 你可以看到這裡 好 你看2D的放大縮小 看到 欸 老師有沒有覺得 它有那個速度的快慢 對不對 欸 那縮小 選中 等於說這些東西 以後我們再做的 是不是相對比較快一點 好 跳躍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飛入 蹲一下 從底部 飛入 好 如果你要這個效果 你就按 你就點到它 按一下操用 好 這個時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測試一下 好 有沒有 是不是就 等於說 有點像我們剛剛Switch 對不對 你今天要什麼效果 自己點一點 加進來就好了 好 只是說這個效果 你還給自己儲存下來 那我修正之後 我可以 可以再來 快樂到別的地方 好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比較特別 那我想我就把畫面給 黃金老師囉 請你來試看看 我們剛剛主要針對什麼 就是所謂的移動補典動畫 對不對 那你要做導引鍵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不能像傳統的按錄鍵 增加導引鍵 而是必須 把鍵畫好了之後 切給它就好了 切給它 那記得 一定要是開放式的 讓我把它的環境